大家好,我們現在在西安的明城橋 西安是十三個朝代的古都 有主要四個是 周朝、秦朝、漢朝還有唐朝 我是第一次來 我之前有來過大陸一次 我也是來過一次,來西安 我覺得在路上看到街景最大的不同 其實這次來看到很多人穿著漢服 然後我覺得這點是我之前在台灣 或是在其他地方都很少看到 就是比較不會看到大家穿著傳統的服飾 就在這邊是最特別的景象 我看到北大跟清華是比較 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建築 就是一進去就知道 那是我們跟歷史有淵源的那些相關建築 在台灣的話,其實我們大學比較多是那種現代的大樓 我覺得台北故宮比較多是文物的展覽 然後這邊的故宮更多的是建築物 還有一些歷史文化的展現 就是兩邊不太一樣,但是各有特色 我們先怎mente 警察 presidents 我們 基本上